那天我休息 那天我休息 我咋去的 那你相信他吗 陶叔叔我就是靠着你了 你相信他吗 我有点不相信 那你不就是看着了 还不相信我 对 然后在家聊天 他也不让 就是说我手机要响了 我都没去看 他第一时间 他再先去看的 看我跟人聊了什么 然后那个 聊的内容是什么 然后就跟谁聊天了 就这样 那个还有件事 就是那个 陶叔 你先把这件事 给我说清楚 是还是不是 是 是 他伤我好友他 经过就是不趁我不住 也伤我好友 有 我不想要跟男的 有联系 所以我才伤我 他就好友吗 你凭什么这么做呀 这是我的隐私 这是我的自由 那我不想呢 你不想就行了吗 那我还不想 让你管着我呢 你是我女朋友 那我在乎你 管着你找去了 对 你管着我 你为什么要 伤我好友啊 那我看着不得劲 我就给伤了 不是 那个 有什么不得劲的 你就伤了呢 怎么不得劲的呀 兄弟 我看着闹心呢 那这个男的 我看着闹心呢 只要他手机里面 是男人的头像 你都闹心是吧 对 那你伤我好友 你不能告诉我们 经我同意 咱俩商量啊 再说那个也不是男的 她是有闺蜜啊 不是 她就闺蜡了 那个就算是你闺蜜 那怎么用你男的 你头样的呀 那人家乐意呀 你管呢 你管得也太多了吧 所以她是不分的 只要是男人的头像 她就 对 现在我微信里边 一个男的都没有 认识技术有 我正常的社交关系 可以吧 我正常我卖服装 就有男的顾客 我们就是维护客户关系 这也不行 就什么都不行 我的眼里就是 有男的就不行 那个 那就行 那你俩不打电话呢 那为啥老聊微信呢 我习惯呢 像你说的 人家微信聊天方便呢 非什么打电话呀 那都是歪理 我问我问 你的微信里面 有女的头像吗 有 删了 我让她看她不看 我从来不会 就看她手机 她不看我手机 对 你干嘛 要跟女的聊天啊 那你呢 那个 那我呢 我就是那个 挺好的朋友 我也是挺好的朋友 你凭什么这么做 你凭什么管着我呀 你怎么这么自私呢 但是我赞你 那是你平等的 你干嘛要这么做呀 我赞你我才管着你呀 行行行 我跟你说 对 还有一次 还有一次就是 我发小嘛 然后我们俩一起长大的 然后结果嘛 他看着不顺眼 就让我把人删了 然后那个 男的女的 男的 就是从小就玩到大 从三岁开始玩到大的 他就让我 催我 让我给你删了 然后给我摸一老半天 然后最后我给他删了 但是后来有事 然后我又给他加回来了 然后他知道了 特别不乐意 直接上我店里边去了 跟我吵 跟我闹 当时顾客 然后同事 特别多的人 就公开场合就闹 对呀 就是所有的 部分场合都跟我吵 你看我同事 顾客怎么想啊 说我怎么怎么地了 在生活不见你 说说你个小巴 你怎么想的 不是 那个 那你说你这事自己说得对吗 那个你当初你答应我 你自己都扫了 完事你又给他加回来了 让我知道了 你答应人家不抽烟了 后来你又抽上烟了 那咋整啊 他同意的啊 我同意的 我同意的 我没同意当时 我问他导演我了 你同意他抽烟了吗 没有 没有 你不导演我 你看这儿 对不 来 小伙子你告诉我 你为什么去人单位闹 重点不在于同不同意 而在于你为什么去单位闹 我私家跟他说 他不告诉我 那个是我从小到大的那个朋友 而且他也有女朋友 他的女朋友我也都认识 我们两个之间 也不可能有什么事啊 然后他就非常 特别不乐意 这个确实我觉得 一个女生碰到这么一个男生 确实也会风调 他对你好啊 他对我们是还挺好的 但是就是管得太严了 就是管得太严 一点自由都没有 他因为小事的部分场合 这跟我吵啊 有一次我下班了 回家 然后他去接我 然后朋友给他打电话 说请他吃饭 非要带我一起去 我说我就不去了 然后那个你朋友 也都是男的 也没有话题聊 挺尴尬的 然后他非得让我去 我不去嘛 然后他急了 在马路上就够看 当时下班嘛 都是高峰期 那多少人呢 看着我们呢 感觉特别没有面子 不是 那个那时候我朋友的过程上 是给我打电话 那个人家说 都带着自己对象去吃饭 把你不跟我去 你怎么这么不合群呢 假如你要是不去的情况下 我自己去 我自己去的情况下 那个我朋友的怎么说我呀 我这脸往哪放啊 你怎么这么不合群呢 那我不想去 而且你同事都是男的 你正好也不让我跟男的接触 我正好随你一样的 不是 那我带你去西方找去了 那我朋友怎么说过 你要不去啊 那是这可以 那你不能小点声跟我说吗 那这大马路上啊 人家都看着呢 当时多丢人呐 我小点声你不听不着吗 他总是这样 对过 一点小事然后就跟我吵 你喜欢他吗 刚开始喜欢他 但是现在我觉得他 你跟他提过分手 他限制我人生自由 我提过呀 我今天来就是跟他分手了 不是你以前提过分手吗 你以前提过 他让你分吗 他不让啊 就死神还打 是不是感觉自己给粘上了 对 那当然我喜欢他 不是 你觉得这管用吗 管用 管用啊 就是他逃到天涯海角 你都追什么 对 那你这不就无赖吗 小朋友 不是那我喜欢 人家不喜欢你啊